欢迎来到佳容裤合集 嗨,我是老刘 这次视频呢给大家准备了九条佳容裤的测评对比分享 帮大家挑选出最有性价比最好穿的佳容裤 我觉得佳容裤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 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就可以搞定 告别臃肿,告别静电,告别 繁琐 那下面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我们首先来看两条黑色的裤子 这两条裤子的价格差距呢 基本上有个五六十块钱嘛 一条裤子只要六十多块钱 另一条呢要一百多块钱 这两条裤子呢都是黑色的工装裤 我这次买的黑色裤子居多 所以我就先给大家说一些黑色的裤子 我们先看这个六十多的 它里面的绒毛是这样的 整个裤子的厚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属于中等的吧 这个裤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尺码偏小了 反正它穿在我腰上是有一点紧的 而且它的腿尾也偏小 对于我的腿来说 就是整个裤子穿在我身上就是很紧很不舒服 然后它做工的话也是会有很多线头的那种 所以这条裤子其实我不是特别推荐 总的来说它就是一条比较便宜 但是它的做工跟款式并没有让我觉得 它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条裤子 然后下面这一条贵一点的工装裤呢 首先它的料子不是那种纯棉的 像刚才那个料子就是比较硬挺的那种 但是这个呢就是那种 有点像运动裤外面的那个料子 但是要比普通的运动裤要厚一点 这个裤子是非常垂顺的 它拿在手里的话是非常非常有重量的一条裤子 里面也是有一层这样薄薄的加绒 但是感觉是会比较扛风的那种 这条裤子因为下面是收口的嘛 所以你穿运动鞋或者穿马丁靴 我觉得都是可以搭配的一条 从搭配形式上来说 我觉得要比刚才那条裤子好一点 这个版型整体来说都不是很适合胯宽的梅子穿 如果是胯宽的梅子的话 这条就不是很推荐啦 下面再说两条非常适合胯宽和大腿粗的梅子穿的裤子 就是两条这样的黑色的直筒裤 其实这两个价格没差太多 就是这个是130多 这个是150多 就差20块钱 首先说这个便宜一点点的吧 它上面这个腰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设计 它这个拉链拉上之后呢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扣子 它这个扣子是要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 然后再这样扣上 它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裤门这个地方特别的骨 可能是因为它做的太厚了 我怎么一上来就先说了它的缺点呢 它整个穿上身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这条裤子的厚度也是非常非常厚实的一条 我觉得是在北方单穿这一条裤子 就可以过冻的那种 整个的款式也比较简洁 这个裤子前面是有一些这样的发白的这种纹路的 以我肉眼来看的话 是比较显瘦的一条裤子 而且它真的超级无敌 巨舒服 就是整个裤子非常的柔软 弹性也很大 我觉得这条裤子还是挺适合那种 就是有一点微胖的女生穿的 再下一条裤子是我这次买到里面最最喜欢的一条 就是这一条黑色的裤子 我穿了这几天 我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它真的不沾毛 这个腰带是我后来自己搭上去的 我觉得还挺配的 都是这种黑色的 然后有一个白色的外缝线的这种 这条裤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显瘦 非常推荐给跟我一样身材的女生 这条裤子是我这次买的最最便宜的一条裤子 因为它也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那种比较紧身的一个家容的外穿的裤子 它只要40多块钱 但是我拿到手了之后 尤其是在我试过了之后 我觉得它就只40多块钱 整个裤子就是太廉价了 就是包括你们从这个裤子就能看出来 这种料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沾毛 就这种紧身裤真的是太暴露腿不缺陷了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搭配我最近入手的那双骑士靴 但是后来我发现 换上真的你的腿真无比巨壮 而且它这条裤子真的很不平整 会有很多折子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里面的绒做的太厚了 而且它真的走线什么的也特别的垃圾 就是上面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的那种走线不齐的情况 下面都是一些其他颜色的裤子 首先说这条蓝色的牛仔裤 这条裤子呢我也特别的喜欢 因为它颜色太好看了嘛 就是那种很经典的牛仔蓝色 里面的夹容呢是这样白色的 这条裤子也挺厚实的 我觉得也是属于比较扛风的那种 它的长度呢在我这个身高上来说 我觉得也是正合适的 就是可能差那么一公分脱不了地 但是长度也蛮长的了 我当时买它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一个直筒裤 没想到它买回来之后是有一点阔腿裤那种感觉 把它下摆玩起来穿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就可以露出来这么一个白色的边 还有一点撞色的效果 而且它里面是毛毛的嘛 就很有冬天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裤子我也特别喜欢 但是同样对我们这种胯宽女孩 不是特别的友好这种裤型 肯定是谈不上显瘦 但是如果喜欢的话 我觉得这个裤子真的是也是可以穿一穿的 毕竟风格也很重要嘛 这个裤子我觉得就比较像是那种 加农款的冬季版的眩崖裤 下面一条裤子呢就是这个白色的 这个白色的裤子 我比较推荐给小个子女生 163 164以下的女生穿吧 这个裤子在我身上穿真的长度 有点太短了 尤其是对于冬天这个季节来说 这个裤型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它虽然是加绒的 它里面的这个绒真的超级超级薄 就跟没有加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非常非常薄的加绒 但它整个裤子的裤型 然后还有面料都挺柔软的 然后上身之后也挺舒服的 所以这条裤子 如果小个子女生喜欢的话 也是可以买一下 这下这两条裤子呢又是要被吐槽的 首先是这个燕麦色的烟管裤 这个烟管裤呢 我本来以为是我买回来之后 可能会推荐给那种职场的女生穿 结果没想到啊 这个裤子简直 这裤型是给 我就不知道是给谁设计的 这个腰太肥了 它虽然是个松紧腰 但是它巨肥 但是它的大腿又特别的紧 就是穿上去整个就是腰部太垮 然后大腿又紧绷着 你们能想象那种感觉吗 穿上它你就觉得 你是哪个城乡结合部来的呀 总之听我的话 不要买就对了 这个雷让我自己抬就可以了 还有一条裤子是这个 这个你们可能猛一下看 觉得还挺街头的一条裤子 我当时看图片的时候 我也这么觉得 结果我买回来之后 且不说它拿到手里这个面料 一看就是毛毛躁躁的那种 真的是很没有质感 穿上身之后 简直就跟睡裤一模一样 那个胯那个腰巨大 也是没有办法穿出门的一条裤子 好我总结一下 今天这九条裤子 最最推荐的就是那条黑色的裤子 其次呢是蓝色的裤子和白色的裤子 我觉得也都是可以入手去尝试一下的 那本次视频到时候结束了 如果想知道以上是一些单品的信息的话呢 我们就老地方见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多多给我弹幕 投币收藏点赞一键三连 谢谢各位的捧场 大家记得看置顶评论会有一些小惊喜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